做一条竖线 标示出代表负6负2 3和8的位置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画线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看一下 最大跟最小 它的差距会不会很大 如果差距很大的话 那你的格子就要画小一点 因为右边是8 所以我们把圆点放左边一点 这里是0 第一个画负6 这样子可以 1 2 3 4 5 负6 好 这里画一个圈圈 好 第二个呢是负2 负2 负2 第三个呢是3 1 2 3 这里是正3 你手上有尺的话 你要就画格子 有的时候格子可以放0.5公分 有的时候可以放1公分 3 4 5 6 7 8 这里是8 6 6 9 8 好 6 负2 3 8